不仅如此,饮料店并不是不赚钱 而是钱都被员工搬走 前员工偷公司资金 一年内累计侵占金额高达200万元 泵板得知后也痛心的说 以后自己会记得看账 知名YouTuber泵板除了从事精品代购 还与网红Twits投资了饮料店十九茶屋 原本经营状况堪忧的饮料店 泵板一度以为问题出在毛利低 然而,深入调查后发现真正的亏损原因进来自内部 前员工的惊人行为成为关键导火索 泵板曾在十月的影片中提到 饮料店虽然背数不低 但因毛利不足,导致长期亏损 然而,在与店长讨论后决定调整人力 辞退部分表现欠佳的员工时 意外引发集体离职风波 连店长也一并辞职 事后,泵板找来一名 具有多年饮料店管理经验的最业人士接手 让他意外的是,新人店长仅花了三天 便让营收翻倍 并指出饮料店之前的账目很奇怪 随后深入调查,揭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经新店长调月监视器记录 发现声明前员工不仅日常工作怠惰 甚至在营业期间偷懒休息 对外送平台的订单多次聚接 严重影响营收 不仅如此,饮料店并不是不赚钱 而是前都被员工搬走 前员工偷公私资金 一年内累计侵占金额高达200万元 泵板得知后也痛心地说 以后自己会记得看账 尽管对于这些仅20出头的前员工 泵板一度心软 考虑愿意和解不提告一面影响他们的未来 但其中一人态度傲慢 既不认错也不回应协商 甚至对事情毫无回忆 延期家长也称这是小事 对于这样的态度 泵板最终选择依法追究到底 影片曝光后 网友纷纷表示支持 并对新店长的能力与品格大家赞扬 你要感谢 新来的管理者 这人品很好 会为老板想 一定想办法留住这样的人才 同时 对于前员工的行径 网友们毫不留情地批评 难怪集体离职 集体吃香喝辣 老板是你 营收归自己 大家对泵板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VinLose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的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关于饮料店的亏损 泵板解释 主要原因在于 Twist当时 希望提供最便宜的茶饮 因此利润非常薄 一杯卖20多元 尽管销量不少 但毛利不足以弥补成本 不过泵板强调 Twist的初衷 是让大家都能以实惠的价格 喝到好茶 因此即便面临亏损 他仍会坚持下去 知名电竞直播主 TICE刘伟健 因涉嫌贩卖大马烟谈 被法院判刑4年2个月 并在今年5月正式入狱 至今已经快5个月了 近日 Twist的好友泵板 亲自前往与他 共同创立的 饮料店19茶屋店内巡视 并在社群媒体透露 Twist当初为了 让顾客买到最实惠的茶品 导致每杯饮料的利润非常低 店铺因此经常亏损 他呼吁粉丝多多支持 否则饮料店可能面临关门的危机 梦伴去年投资150万元 加盟19茶屋 并在中原夜市 这个热闹地区开店 近日他在Instagram上 分享了一段影片 提到店里的营运状况 直言 虽然我没有详细计算过 但饮料店肯定不是 最赚钱的副业 现在确实在亏损中 他还透露 自己赚钱最多的副业是酒店 月收入在150至200万之间 但他坦率表示 不过那些钱基本都被我自己喝掉了 未来他计划开设火锅店 尽管竞争激烈 但他相信只要专心经营 还是能找到赚钱的机会 他也透露自己开设的表情 预计明年开业 关于饮料店的亏损 邦伴解释 主要原因在于 Twist当时希望提供最便宜的茶饮 因此利润非常薄 一杯卖20多元 尽管销量不少 但毛利不足以弥补成本 不过邦伴强调 Twist的初衷 是让大家都能以实惠的价格喝到好茶 即便面临亏损 他仍会坚持下去 并致敬表示 即使赔钱 我也会继续开下去 在Twist入狱前 还特别推出了一个道别你活动 免费请全台湾2300万人喝一杯饮料 只要扫描QR Code并注册19茶屋会员 就可以免费兑换一杯饮品 活动将持续到Twist初衣为止 他希望及时感谢一直以来支持他的粉丝 同时也希望与成对他有解的人和解 大家对19茶屋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两年前 Twist在直播中讨论原子少年成员小孩 哈士华的感情风波时 暗示一位未成年网红 私生活复杂 涉及多人运动 这一言论引起了该网红的不满 他随即提起诽谤诉讼 近日 他赛出起诉书 表示自己成功维护了名誉 32岁的知名直播主Twist 因涉及贩毒被判处 四年两个月有期徒刑 上月16日正式入狱服刑 然而 近日传出他在狱中 又面临新的法律纠纷 2022年 他在一次直播中 暗示一位当时年仅17岁的网红 参与不当行为 该网红随后对他提起诽谤诉讼 并于24日公布起诉书 宣布Twist已被正式起诉 两年前 Twist在直播中讨论原子少年成员小孩 哈士华的感情风波时 暗示一位未成年网红 私生活复杂 涉及多人运动 这一言论引起了该网红的不满 他随即提起诽谤诉讼 近日 他赛出起诉书 表示自己成功维护了名誉 检察官也决定对Twist提起公诉 截至目前 Twist的律师团队尚未对起诉做出任何回应 根据起诉书 Twist在直播中有意损害他人利益 非法披露个人信息 在谈论这位网红的私人纠纷时 提到他的手机号码 从而损害了他的名誉 Twist变称他并不认识这位网红 手机号码是当天另一位嘉宾提供的 他强调这只是直播效果 并非有意为之 但这些解释并未被接受 这位网红强调 随意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是要付出代价的 不了解情况就不应该随意猜测 他表示自己从未参与过任何多人活动会约会行为 对于被误解感到非常遗憾 也没想到无心与诱人的玩笑 会被去解成这种意思 我也从这次的事情中了解到 我不该失了分寸 无论是多亲密的人都不该乱开玩笑引人误会 他希望这次事件能让其他人明白 言论自有需要伴随责任 不应轻易损害他人名誉 Twist因贩毒案正在服刑 现在又面临诽谤的新指控 这对他无疑是雪上加霜 未来的审判结果和这些指控将如何影响他的处境 备受关注 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 Twist和其律师团队的回应将成为公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大家对Twist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Twist在直播中也谈及了自己与女艺人小齐炫的绯闻 他谈成自己多年来一直暗恋小齐炫 但过去由于有暗点而不敢追求 直到今年 他们终于修成正果 成为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Twist表示 虽然外界总有各种流言蜚语 但他和小齐炫的爱情却是最真实的 2024年5月16日 31岁的电竞网红翠直流未见 将于今日上午9时到台中的检署报道入狱服刑 他在此前一天晚上紧急召开直播 与3.9万名粉丝道别 回顾Twist的过往 三年前他因贩卖大马烟坦而遭到逮捕 最终被判刑4年2个月 尽管入狱在即 Twist仍不愿意放弃这片他熟悉的土地 在最后一次直播中 他感性地向粉丝表示 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 我是无法一路嬉皮笑脸走到现在的 Twist期待哽咽 可是自己可能会随时崩溃 虽然即将被剥夺自由 但Twist仍表示有许多未完成的事情 他套路将把社群媒体的经营权交给另一半 希望能在狱中与粉丝保持联系 甚至分享一些在监狱的生活 或与另一半的爱情故事 此外 他的猫咪和母亲的照顾也将由另一半接手 值得一提的是 Twist在直播中也谈及了自己与女艺人小齐炫的绯闻 他谈成自己多年来一直暗恋小齐炫 但过去由于有暗点而不敢追求 直到今年 他们终于修成正果 成为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Twist表示 虽然外界总有各种流言蜚语 但他和小齐炫的爱情却是最真实的 为了不错过路遇的时间 Twist提前一天能下台中 他的好友接待了他 并陪同他在台中的豪宅中 度过路遇前的最后一夜 在朋友和家人的支持下 Twist表示自己会努力适应狱中生活 期待能找日重获自由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